7月2号,通州建总集团位于烟台的第十分公司宿舍楼托发火灾 公司副总经理周江江不顾个人安危,两度冲入浓烟弥漫的火场救人 最终,楼里十名员工先后脱险,而周江江的人生则永远被定格在了28岁 连日来,周江江的名字连同他舍己救人的壮举,在社会上一次次被传颂学习铭记 周江江用生命扛起了80后的社会责任,用担当改变了人们对于富二代的观感 高大帅气的周江江家境一时,他是名副其实的高帅富 然而在周江江身上丝毫不见骄纵张扬跋扈之气 他在烟台主动要求加入预备役磨练自己,并格外珍视每一次的野外长距离负重拉练 性格低调,还有些内向的他,在公司一直与员工同吃同住 两年前调回总部的周翔,至今难忘当年到烟台工地报道时的情景 周江江一路帮他提着行李,给他介绍工地 在他看来,周江江就像大学里接新生的师兄,热情阳光值得信赖 之后,当他偶然得知周江江就是总经理之子时,惊讶之余也无法理解 为什么不让你爸爸给你安排一个舒适的工作,何必天天待在工地上受罪 他听了笑笑跟我说,刚毕业不到一两年的大学生啊,就是说来到工地上,就是说关系绝对不搞特殊 勤奋吃苦已经化成了周江江的内在品质,尤其体现在工作上 他一丝不苟,遇到难题总是通宵达旦的研究客服 由于他学的是金融专业,对工程建设是一个门脉汉,因此他总是投入比别人要多得多的精力 他每天第一个来到工地上,又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睡前还要恶补专业知识 每天早上六点钟,六点钟就到工地了,我们都平时我们都是七点钟,七点钟起床的 我有时候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虽然已经是二十七八岁的这个大小伙了,我说我还感觉你真的好可爱 在海门,当家将人听闻英雄的壮举,悲伤之余,他们却并不感到意外 邻居朱菊平告诉记者,在周江江七岁时,就曾经和自己的儿子一起救上过一个落水的小姑娘 在周菊平心里,幼年的周江江在危难时为别人而不孤一切的这份勇敢 早已深深的刻在他这个成年人的心中 一个人在一个一刹那的之间,就怕他把他的那个本质就表现出来了 在周江江的母校海门市江滨国兴小学 老校长江学球站在周江江父亲二十多年前捐建的教学楼前 向记者回忆起周江江 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小孩很乖,特别会为别人着想 从来不想要自己,对江江所以能够这样的 他父亲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七月二号的我早晨看到他是,我是很不满意 而是身上是全身像没会一样的 那时我后悔了,儿子不敢叫你住这个职位 你就没有这个责任,到现在时我不后悔了 儿子住这个写着,我为他自豪,为他骄傲 周江江用他的年轻生命,谷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大一支歌 他是我们南通,但是呢又一个精神明建设的典型 那么我们全市上下都在学习他的这种感于担当,感于复制 这种优良的品格 学习他以人为本,这个舍身救人的这些高山的精神 在危急时刻,周江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英雄大义 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与想象中不大一样的高帅富的形象 周江江用生命铸成的大爱,让人们对于富二代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没有为富不仁,只有谦和与刻苦 在他的身上,我们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新一代年轻人的责任和担当 感谢观看